欢迎收看今日的亚洲财经新闻 IndoMinds今天表示 公司在印尼的Jok Jakarta铁砂项目 将开始精铁矿的商业式生产 据估计这项运营将于2011年上半年开始 目标是生产25万吨精铁矿 销售给潜在的承销商 以便及早获取现金 同时为更多的生铁冶炼提供原料 IndoMinds正在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 评估该项目是否有潜力支持一个 年产200万吨精铁矿的业务 业务预计从2012年12月季度开始投入生产 West African Resources表示 公司在100%所有的西非布吉纳法索 Bosa黄金项目内完成了地表螺旋加密钻孔 获得了迄今为止最重大的黄金发现 钻碳已证实有一段超过5公里的矿化存在 钻域精品为每吨高达0.53克 公司计划在2011年1月中旬开始大范围钻碳 Molopo Energy今天表示 公司已在南非钻得首个已证实的陆地天然气藏 该公司已成功完成了第一口天然气生产井的钻孔 还获得了几口旧井的连续天然气流 目前的实验气流量为每天150万立方英尺 公司计划先获得生产权 然后确定压缩天然气销售的生产安排 初期销售目标是每天约60万立方英尺的甲丸 Aurora Oil & Gas表示 公司已签订一笔1.2亿澳元的股权承销协议 向机构投资者和资深投资者进行派股筹资 获得的款项将用于收购SugarCan油田内 另外的5100英亩地块 使公司的3P油藏增加50% 达到8400万桶油当量 这笔资金还将支付公司 在这一油田现有区块和收购区块所需的钻探开支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莫妮可扬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